大国外交最前线,今天让我们一起见证一场特别的连线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阿斯塔纳的总统府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坎耶夫 将在这里共同以视频方式出席中欧跨离海直达快运开工仪式 那么从中国始发的跨离海的中欧班列已经平稳运行了两年 此次中方车辆首次以公路直达运输方式抵达离海沿岸港口 意味着多是连运出海,又多了一条新同党 在刚刚结束的开庭仪式上 习近平主席和托坎耶夫总统共同观看了中欧跨离海直达快运项目的视频 那么随着两国元首共同下达作业指令 大家可以看到大屏幕上显示出了车辆登船,集装箱装船的场景 现场也是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这让我回忆起了在去年举行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 中国明确提出参与跨离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 会同各方搭建以铁路公路运输为支撑的亚欧大陆物流新通道 而今天这条直达快运的开通 标志着集公路、铁路、航空、管道运输为一体的多元立体互联互通格局正式建成 我们知道哈萨克斯坦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首畅之地 11年后,当习近平主席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 中哈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已经结出了累累硕果 2023年中哈贸易额首次突破400亿美元大关 同比增长了32% 这条途经哈萨克斯坦的中欧翻列驰骋不息 像一条钢铁丝带 见证了中哈务实合作走身走实 取得互必共赢的封锁成果 当我们再次看向这条特别的公路 我想我们不只是看到了一条单纯的物流通道 更看到了一条澎湃着发展强劲脉动的繁荣之路 开放之路 每一条丝路都像亚欧大陆上的一条丝线 不断织密会就一张有益之网 见证着中国同哈萨克斯坦 以及中亚友邻的交流合作迟而不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